每年圣诞举办的小天使群音会是邀请了一粒麦子基金会 在台东花莲地区的客服班同学一起来参与 而在今天就有将近百位来自八个客服班的学童到现场 带来舞蹈及歌唱才艺表演 而其中还有一个定向活动是发挥团队合作精神 让小朋友们一起来破关 一粒麦子基金会与台湾电力公司连续举办16年的小天使群音会 今天在台东海滨公园举办 邀请来自台东花莲地区的客服班近百位学童一同参与 今天的活动会成为各位同学在你们的成长的过程当中 一个最美的记忆 希望今天所有的活动都能够成为大家将来在进入职场 或者是工作的时候一个最大的帮助 那我们要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老师在过去一年当中 为各位同学花下的十分的努力的一个指导 让各位同学能够在一年当中 不管是在课业在学校的学习或者是在日常生活活动当中 都能够非常的成长快速 也更感谢台电能够持续的第16年 第16年真的非常不简单 能够支持我们这个火金屋的计划 我们台电公司在这一块的已经参与了16年 因为我们觉得教育是永续的一个工作 那所有像陪伴小朋友和一起长大 这样子也是一个永续的工作 所以在台电来讲 我们愿意一起和大家一起成长 活动中还规划分出挑战定向活动设计15关 考验小朋友的地图辨识能力 方向感体力以及团队合作 沟通协调能力 经过活动 期许透过不同面向的活动以及体验 让学童与团队共同破关 进而也培养自身的思考 以及多面向的能力 期盘者台中市报导